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逐步缓和 特区政府9月18日继续放宽防疫措施 停业60多天的海洋公园于当天恢复营业 酒吧 夜总会及洗浴中心等场所亦重新开张 当天上午9时许 海洋公园门口已有不少游客驻足守候 据了解 重开后的海洋公园需提前预约方可进入 初期入场人数有严格控制 为最高容纳量的2到3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 所有游客均佩戴口罩做足防疫措施 原方一位首100名入场者赠送工员公仔 口罩 口罩套及消毒措手业 之前我们所做的光烛煤 消毒各方面 我们都会维持的 主要的防疫措施 其实都和上次我们开源的时候 大致上都接近的 唯一的新的要求 正如刚才提过 就是说因为戴口罩的要求 所以连食烟我们都不用得了 香港酒吧业因疫情影响 自4月起便断断续续停业 在此期间不少酒吧业主转型做餐时服务 一些未有餐厅牌照的酒吧业主只能被迫截业 时隔5个月 特区政府再次宣布重启经济 香港酒吧业大联盟召集人 梁丽仁表示业内已做好重启业务后的防疫工作 我们酒吧业界的 希望开 我们会另外有十大防疫措施 去比其他行业做得更加多 更加多的更加 更加齐全的设施 进来的帮客人消毒 探业 填健康申报表 填健康申报表已经有 已经在门口可以掏Q-O-Code 给他填寫 每张桌子的会有搓手翼 当天记者还走访了部分区域中心 一进门便要进行摊热和信息登记 区域中心员工表示 登记信息后若有客人出现病征 可方便进行追踪 进入浴室后 所有客人都必须保持1.5米宽的社交距离 淋浴房也都间隔开 除淋浴和淨浴外 所有人均需戴上口罩 根据当前防疫政策 香港多个场所可营运至5月12时 限聚令维持最多4人 在所有场合 除禁食 锻炼和淋浴外 需佩戴口罩 且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 该措施有效为期7天至9月24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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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